現在呢 老師的硬體都已經接好之後 我現在來這邊 我的Smart的開發板 我就把它接上電了 那麼順便老師看一下 我們Smart開發板接上電之後啊 這樣接上電喔 其實我是比較喜歡用這個行動電源來 像老師您現在看到這樣 這樣我就不用插在那個USB 有時候太短對不對 反正我們只要借它的電而已嘛 Smart WebDuner是透過Wi-Fi啊 所以沒有透過電腦沒插 只要教室現場Wi-Fi就好了 所以我這邊還有一顆 它是用Wi-Fi的嗎 對對對 它是用Wi-Fi的 所以我們插在主機板上 只是因為方便借它的電而已 就是沒有 不是說一定要跟電腦在一起 對對對 那我插進去之後 一開始有沒有亮紅色 它會開始閃爍 如果它有找到這個無線網路 閃爍完會熄燈有沒有 然後亮一個綠色的 這樣就表示它已經連到我們這邊的網際網路了 如果您打開之後它是亮紅色 那就表示它沒有接上我們這邊Wi-Fi 就是這一顆燈 三色有一顆燈 所以我現在已經有接上了 但是有些老師接上 你這邊會 全部 就六四顆都亮 那個沒有關係 它就是做一個初始化而已 好 那有的會亮 有的沒有亮 這OK 但是有的前提就是 你一定要確定你的這個是有 這樣了解 那我把畫面 老師可以實際先接看看 先接看看 確認一下 那我現在呢 再搭配什麼 我們的積木 你看我們來這裡 這個我關掉 我們剛剛 巴拉克里是不是在這裡 你從這邊一樣開發板 看一下 開發板 叫出來 但是您在找的時候要稍微留意一下 我現在用的是什麼 不是馬克一號 是不是Smart 再來 我現在透過Wi-Fi 連到哪一個名稱 這個名稱 老師就要看簡報第一頁了 好 如果你用的是學校的 那以我的這邊來講 我的是比較單純 WB4545 這樣就好了 表示 我透過Wi-Fi 連到這個設備 連到這個設備 那我現在呢 左左邊 跟我們模擬器 有一點不一樣 就是這邊 有區分什麼 原件跟感測器 那麼 原件的部分呢 是什麼 就是 不會回傳訊息的 比如說LED燈 像這個LED點擊聲也都一樣 是不是直接輸出而已 它只負責輸出 那什麼東西會回傳 溫濕度 超音波 是不是會回傳一個數值給你 有互動的 那就是屬於感感器 所以我們把這個類別分清楚之後 我先找這裡 LED點擊聲 相關的都出來 原則上最上面都是設定硬體的 所以我們會先做 我把它丟下來 那我現在腳位就不是它 就是16 14 跟5 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要先確認好 我的硬體有沒有接對了 第二個 你要讓它顯示內容 你可以先用它預設的 這個這個地方 顯示 所以我們可以play看看 你play一下 看看你的這個會不會亮 如果沒有亮 那我們就要檢查一下 看看是硬體有問題 還是什麼 軟體積木有問題 那我就讓老師先實際測試看 剛剛老師眼尖 我剛剛有打錯的在這裡 所以你如果有成功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笑臉就跑出來了 也就是它這個代碼 那代碼這樣子的話 不大人性對不對 因為你看了就不懂嘛 所以呢 你如果不想要用這個 好 我先把它停止一下 你就把這個丟掉 你來看看 LED點擊聲 它可以做幾件事情 也可以做動畫 對不對 那也可以做跑馬燈 那你往下走 往下走 有沒有看到也可以替畫 還有內建的圖形 好 內建的圖形 所以如果你想要用內建圖形 一樣 你把這個丟出來 但是後面就不要它 好 不要它 我們來這邊找 你要自己畫 或者我就直接把圖案丟出來 這樣子 像這樣子 欸 我們就再Play一次 有沒有變心形了 就這麼簡單對不對 那現在呢 其實老師就可以再搭配一個東西 搭配什麼東西 搭配我們這個 互動區 有沒有 上面有一個燒杯 好 燒杯這個就是互動區 也就是說呢 我們這種方式 像是一直行就直接顯示 可是我現在有一點互動的 那你把這個打開之後 這裡 你就可以看看 比如說 我們用按鈕 來做好了 有沒有 這裡 有沒有幾個按鈕行為 或者用遙控器 你有沒有比較多用遙控器也可以 我先用按鈕的好了 按鈕的 好 按鈕 有沒有 五顆按鈕可以用 那你就可以來左手邊 只要你把這個 互動區打開之後 你看一下左手邊下面 有沒有發現 這裡有一個叫按鈕行為 這個區塊 控制的就是我們那個網頁互動區的 上面的區塊呢 控制的是我們開發板做的動作 下面的區塊控制 就是右手邊那個開發 那個互動區 所以 我現在就不是直接顯示 而是按鈕裡面 我按了哪一個按鈕 按鈕1 做這個 有沒有 那記憶目可不可以複製 當然可以 你可以按右鍵複製 是不是就有了 按鈕2 我想要做跑馬燈 我就可以把這個丟掉 我們來看跑馬燈 原件裡面的這裡 跑馬燈 那個動畫 這裡我先收起來 你看 它這裡面 這個單位是毫秒 所以千分之一 千分之一 所以 現在是100的話 就等於0.1秒 換一個 那你要什麼樣的形狀 你就自己把它丟出來 你只要把代碼丟出來 就可以 比如說我用圖案的 好 Ctrl加7 Ctrl加V 也可以 再貼出來 那三個不夠怎麼辦 蛤 從這裡 有沒有 齒輪這邊 按一下 變速再丟下來 變速再丟下來 這樣就可以 用完了記得 還要再按一次喔 還要再按一次 所以我這邊再把它貼上 看你要什麼樣的形狀 好 OK了 所以我先兩顆就好 那我們來看看這裡 我Play 現在Play 就不是馬上就有 而是按下1 是新 按下2 有沒有變爬馬燈 這樣就有互動了 那互動再多一點 手機拿出來 蛤 因為這裡 按下去 就掃描QR Code 你的手機上的畫面 來我給老師掃描一下 你手機上的畫面 就有那個按鈕 我們現在就看 哪個老師控制到 哈哈 對對對 其實它就是網頁啦 就是我們的網頁嘛 所以你在手機上看到的 就是那五顆按鈕 可是你按了 是不是就控制實體的東西 欸有的 有人有按到的有沒有 沒有 他一起動 對對對 因為我只設兩顆而已嘛 哈哈 其實它還可以做一個清楚 大家都按鈕 對 那問題來了 請問最後會是誰在按 最後兩個 對對對 對對對 為什麼齁 因為我現在 我並沒有開放協同控制 也就是說 看誰最後連進來 第一個進來的 他先控制的沒有錯 可是第二個進來 是不是又取得控制權 第三個進來 又取得一個 所以現在你看一下 如果你要多個人都可以按的 請把這個協同控制勾起來 就是開發板的後面那裡 那這樣就是不管誰進來 誰都可以按 那有一個問題啦 那到底他要聽誰的 看電子訊號傳的速度 哈哈哈哈 對不對齁 就大家都可以動了 那就 就是可以互相控制了 對對對 所以這個在WebDUNA裡面 相對來 就是Arduino來講 這個就是相對容易 很相對容易齁 那所以 像這樣子有沒有比較好玩一點 那我一般在帶這個 跑碼燈的時候 其實我會帶這個 因為這樣子 都是用它內建的形狀 對不對 你如果說要自己的形狀怎麼辦 你看 你有一個方式可以用 你看我把它先收起來 如果你想要用自己的形狀 你可以在任何的這個 就是跑碼燈 就是那個LED的 點擊證的機目上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說明 這時候會打開它的 這個 那你就可以直接在上面直接用點了 這樣也是蠻有感覺的 對不對 它有沒有產生這個代碼就出來了 嘿 這樣也不錯嘛 但是我不只會帶這個 因為我還會帶另外一個 小綠人 這個大家生活上是不是都用得到 我可以找問題 老師你不要去玩過那個 紅綠燈那個到底有幾顆 沒有人這麼無聊 哈哈哈哈 但是呢 這個 像我們在玩動畫 就要分鏡嘛 他就 因為我就把它轉成64顆4核 他就自己去按一按就好了 那就可以做動畫 如果有人說我不太會按 就是不太會規劃那一種的 怎麼樣變成這個 我就會帶他來玩這個 因為有一個線上服務 可以直接把你的圖片轉成 看你有幾顆 我是84顆 他就變成這樣一顆一顆的 所以這種叫像素圖畫 這個在線上就可以玩了 所以像您看到這個 爬碼燈 我也是到那邊轉過去的 我就不用說 自己一顆一顆按 然後再來看說 到底有沒有像 對不對 他那邊可以直接幫我轉換 當然如果你的圖片比較複雜 因為我們顆數少 所以會比較像馬賽克 會比較像馬賽克 所以LED點擊證可以玩很多 這個應該也是我上課裡面 通常同學最喜歡玩的一個 因為這個很有成就感 他覺得又跟生活上是蠻接近的 把他改變 你別能看 你殺了 我每一個人 練到 那些人